圣诞节的庆祝除了要摆设圣诞树 吃火鸡餐 还有就是要准备交换礼物了 圣诞节交换礼物 难道只是近期商家炒出来的一个商业伎俩吗 但你知不知道圣诞节交换礼物 其实和耶稣诞生有着脱离不了的关系 欢迎收看硬塞智库 在这个假日节庆的日子里 就让我们硬塞智库来陪伴你度过 迎接圣诞节的12个夜晚吧 今天让我们来和你分享 圣诞节交换礼物的由来 圣诞节交换礼物的历史由来是这样的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那一个晚上 有几位星象学家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耶稣的身边 他们看见了一个很特别的星象 就跟着这特别明亮星星的引导 三位星象家从遥远的东方来到了伯利恒 看到神子的降临 就把他们所带来的礼物 红金 古香 末药送给了耶稣 每一份送给耶稣的礼物 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比如说黄星代表着耶稣是王宗之王 如香则变成了未来基督教堂里 崇拜使用的产品 末药则是用在尸体上让他维持分伤 也就是教徒理解到 不到一定时间后的基督 会因为救赎而受到折磨 最后死去 神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了世界 也有一说是上帝为了救赎人类脱离罪的痛苦 才他的儿子降生在卑微的马巢里 成为人来到人世间 他就是耶稣 意思就是拯救者 为要代替人接受罪的惩罚 被钉拾在十字架上 耶稣从苍穹之上的荣耀尊贵宝座 来到人间的卑微马巢 为要使人从罪恶不安痛苦中得到救赎 让人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得享生命的平安喜乐 以及将来在永恒里的荣耀 使徒保罗就说 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格林多前书八章九节 也就是说耶稣跟我们交换礼物 他用尊贵荣耀富足跟我们交换 痛苦不安 贫穷 只信他的得称为上帝的儿女 而得着生命的尊贵荣耀 所以圣诞节送礼物啊 不仅单单是送礼物而已 背后蕴含着非常有意义的典故哦 根据ideastat网站的文章记录呢 每一年12月是花费最多的一个月份 更是一个超级大压力的月份 在2018年的美国 这个季节花了美国人1.1兆美元 平均每个美国人花了美金850块 也就是平均码币3500令吉 单单购买礼物 三位新像家送耶稣基督的礼物 变成了圣诞节的一个传统 发展了现在市场的商机 你今年打算花多少钱去准备圣诞节礼物呢 这座人所以今天我们是有交换礼物吗 NO GOD PLEASE NO NO 谢谢你收看 inside智库的12 days before christmas的特别系列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也会继续给你分享 圣诞节的冷知识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 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我们明天见 BYE 感谢你收看inside智库的12 days before christmas 让你在这个水花漂亮的圣诞节里 学习一些圣诞冷知识